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月二十五 我爱人叫志末来的时候 他修行挺精进的 但是关键时刻我感觉老师发脾气 他发脾气 就是感觉马上马上就升级了 就一发脾气又亏了 就是呈一呈一呈 原地他不走了 你觉得他发脾气 为什么发脾气 他在家里发 外边发 都发 家里 家里发 那就你是遭殃的话 可能是因为是我的性格不好 你这么浅息 没有说性格好或者不好 可能他是有时候你要考虑 在家的亲人有时候 比如夫妻啊或者家人啊 发脾气的时候 如果他不勤的发脾气 你发现一点小事发脾气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也要考虑 他是不是有病态 病态的一种脾气暴躁 比如血压 血糖啊 或者是身体干气啊 有积压或者 他已经领及到或者是有一些心结 可能十年二十年前有个心结 或者单位不顺啊 公司或者有事情啊 他积压家里积到一定时候爆发 或者就是如果是亲人 是有种病态的脾气不好的话 我觉得我们有宽容 就因为是个病人嘛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 就是说有责任做医生 就是站在医生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病人 就是说医生人 医者人心嘛 人心首先就是把所有的病人 从一种看待啊 而且永远不会跟病人计较啊 然后呢 能够帮到他尽量的帮啊 帮不到他也不会生气啊 医生 你看哪个医生给病人生气啊 除非说医生也有病了 哎呀 烦得不行了 我也有病了 是吧 一般医生都会说 甚至说神经系统的 有些医生都不会跟病人吵架吧 是吧 这就太过了 所以我们要去看是病态的 还是他真的是对就是目前的修正上 有些出问题了 或者我执着了某些地方 我渴求 比如说他渴求这个房间 一定要是打扮成什么样的啊 很干净很干净 他就洁癖 少少有点他就受不了啊 就是乱七八糟脏 他就受不了的时候 那你如果想帮他的话 只有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 没有其他你做不了 你去请个保佑 请个外边请个阿姨来打扫 所以对着他满意为止 对 就是看他是什么状态 我想起来 他就是前一个来的时候 他一直心脏就是不舒服 他跳得很难受 然后 他又不舒服 不舒服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 好像是他身体不正 现在这个结构不正 然后他通过站庄 最近这段时间修复他还比较好 如果不行就配合些药物 在西安也中医什么天多的 找个一些调理一下气血 什么 调理 我觉得可能会能帮到他 不是说治病 是调理 还有就是修正如果很精进 很运功的在家人 比如说你很勇猛的 精进的修正 就是说这段时间 身心转化的快的人的话 我建议就是拿出一个月 拿出几天来闭关 就是不要接触红尘 闭关就是清修 一个人呆在房间闭干红尘 转化 这样他就他出了关 但有时候出了关 发脾气更厉害 因为清净了 觉得突然对比明显 所以夫妻俩一起修行 就互相关注吧 有时候他有时候一段时间转化 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就淡淡地看着他 然后过一阵子可能你会修行 需要的他也帮帮你 就是这样 互相成就吧 你挺好的 不要责备自己 也不要责备自己 他也挺好 我想起他也挺好 两个都挺善良正直的 只是各种 就是修 不如意肯定有嘛 修正里边困难障碍肯定有 也许他太不满意自己的状态了 或者是大象的状态 女孩子很容易这样的 修行就是 永远不满意自己的状态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不够 环境也不够好 自己也不完美 身边的人也不够完美等等 难得就好一点 难得虽然知道 反正都不好 但是安心修行的时候 还是安心修行 因为他自己的话 他有点清智 他有点清智 这个谁没有 所以我说我们都是这样的 这是表现多少微妙的 清智他制作在啥地方 吃个苹果的清智的话 如一满足吃了就完了嘛 有时候是 他是说制作啥了 说制作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挡不到嘛 比如我加班 比如说我加班 单位待的时间长一点 心情先出去实验 战友们的家庭时间 他就很不乐意 哦 这样就会 他是觉得你不爱他了是吧 也不是 就是说 感觉也不是那样子 就是说必须要 两个人就在一块 怎么怎么样 他依恋你 对呢就是 希望你都陪伴 你陪伴 能让他快乐和安心 他一个人不够智力之强 他必须他找到自己的 自己的事业 他有自己的专注的地方 比如他去看电影的时候 他可能你 看一部电影四十分钟 他完全吸引到电影里的时候 他就忘记你在不在身边 让他去找到自己的 存在的空间 找到自己的东西 去沉浸在里边 去 这样就能帮到他 你不要说 哎呀你依了吗 你不应该依了 说这些是没用的 嗯 如果他自己找不到 你帮他找了 去介绍一些朋友圈啊 或者让他去参加一些 大家一起的活动啊 或者他喜欢什么画画 刺绣啊 或者什么 他沉浸在他的那个境界里 他就不需要你了 他就不会发生了 他有一个人 他就要帮忙了 他就要帮他 他就要帮他 我会把这些仇变 用的地方 他就要帮เขAlex